好各位同学早安 那上一次的时候 陈老师有帮我们各位同学各的各组呢 进行了几期的经营状况的分析 以及告诉各位有关于说 我在各个报表里面如何去判定说 我应该要怎么样子才能赚钱的这个方法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 如果今天公司已经开始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 可能我在各期的时候也比较可以稳定的获利 或者是说在销售上面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之后 我怎么样让公司可以好之后 然后还要再更好 那对于这个主题呢 我们今天会从一个所谓的产品的角度做出发 那现在就要开始说到了 我们今天所要分析的主题 叫做三绿三维分析 如果各位对于这个主题还算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网去查一些相关的文献跟资料 有关于这个三绿在三维方面是怎么去做呈现的 那我这边就没有多做说明或者是图片的显示 那主要是这边会跟各位说明说 所谓的三绿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市占率 毛利率跟销售成长率这一个部分 那其中呢前面的这一个市占率呢 它是跟销售量比较有关系的 等于是说我的市占率跟我今天该项产品 销售出去多少数量是有直接的影响 那毛利率的部分公式就是在下面这一串 这一串就是毛利率的计算方式 那对于RNG的系统来说 这个三绿的部分呢 前面这两个都是有相关的图表跟数字 来去帮各位做分析跟说明的 那后面这一个所谓的销售成长率 则没有特别的琢磨 但是销售成长率基本上它的公式 就是把这一季我们实际的销售数量 去减掉上一季的销售数量之后 再去除预这个本季的销售数量 相对于来说它就是一个差率 差额差多少 就是三角形的这个比率是多少这样子 这个希望各位可以听得懂三角形 就是差额的这个比率是多少的这个概念 就是这个所谓的销售的成长率 那我们利用这个三绿呢 大概可以分成以下这几种状况 根据说它的高中低 高低这样子去做区分的话 大概有以下这八种状况 那后面会有一些相关的措施 或者是建议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 产品本身呢 市占率高 它的每一期的成长性也算不错 然后毛利又很高 利润很好的这一个部分 基本上这个所谓的三高呢 大概就是没有悬念啊 这一定是本公司最重要的产品嘛 一定要想办法让这样子的产品呢 作为我们公司的主力发展的一个要点 那第二个 这种市占率比较低 但是它每一期可能成长率都还不错 而且利润也很好的这一种 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 原则上我们就是尽可能想办法去拓展它的市场 让它的市占率可以再更高一点 那第三种情况 市占率很高 但是它可能每一期的时候 它的年成长率并不是太高 但是利率还算不错 在这种情况 它后面的建议是说 我可以去大量的推销啦 那老师是觉得说 我们或许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去开拓一个新的市场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在原本这个市场的市占率已经很高了 代表说 它在现有的这个市场里面的话 可能可以在突破的点 突破的数量也不是这么的多的时候 或许开一个新的市场 可以刺激整体的销售 可以有个比较大幅度的增长 那讲到目前为止 我们其实可以发现 一二三这三个项目 大概对公司来说都不会有太大的 太大的 太大的 太大的纠葛 因为可能方向都还算蛮明确的 那后面的六至八呢 也是可能他们大部分都会有 所谓的市占率不高啦 或者是毛利率也不高 甚至是说 它每一年其实销售的状况也不是太好 那大概就是属于说 要么就是我渐渐的这个产品准备要下线 甚至说直接淘汰 这个也没有什么悬念 所以基本上呢 以说目前来看的这八种状况呢 真正会让公司有一些纠葛 或者是说有需要公司大力的去 想因应措施的 会是落在第四种 或者是第五种的这种状况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以四或五来说 它的情况是 可能市占率不高 但是它的利润就是非常好 那这一种的话 可能我们就会希望说 它的销售量比较好一些 那另外一种状况是 今天我的市占率很高 但是它的利润就是不好 那这一种状况也是 也是我们会比较需要花一些 心力去处理的状况 那为什么说这两个公司会有一些纠葛呢 有一些纠葛的原因是因为 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我同时这两类的产品 我都要大力或者是说 花相当多的心力去做 push的动作的话 基本上可能有可能会造成 公司的经营成本的增加 甚至说增加公司经营的光线 所以比较有可能情况是 四跟五的这个状况 同时产生的时候 企业可能会去纠葛说 我应该要把哪一个产品 作为第一优先去改善的对象 那四跟五它可能就会 需要做一个衡量 那依据这八种情况呢 我们就来看现在我们同学们在其中考 这一次的赛局之中 怎么去做一个分析各项产品的这个状况 那要怎么样子去做一个突破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RMG的系统画面 那基本上我们刚才有特别讲到嘛 原则上前面两者所谓的市占率 不好意思 这里我把它重新登录一下 这基本上我就是随便挑了一个公司 它的画面给各位稍微看一下 那刚才有说到说 我们刚才的这个三额三绿的分析嘛 市占率跟毛利率的这个部分 原则上呢 系统都有给我们相关的图表 比如说市占率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的五项商品 基本上它都有相对应的一些数值 在上面可以直接做参考 另外呢 在业务状况表里面 它也有针对每一个门市实际 各项产品的一些数值 有在这边做一个总表 那因为它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五项产品 它包括说收入啦 毛利的这一些的数值 它是分各个门市去做 去做一个分析的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呢 用Excel表 把它做一个平面 就是不需切换画面的这种形式 可能比较方便去看 OK 那我就直接切到了Excel的这个画面 我们在这边呢 可以看到现在所呈现的这个画面 是我们上一次在分析给各位同学看说 我们各个主别实际的经营状况 所做的一个总表 那配合刚才也有说到的 原则上如果我要做这个所谓的三 三绿三维的这个分析的话 相对来说会希望找一个 销售上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或者是比较有公司的获利状况 比较平稳之后 来做分析各项产品的情况 然后去找出它的改善方式 可能会比较理想一点 如果今天我是采用说 前面各位这个公司 在前面几期的一些资料 可能说公司刚开始在经营的时候 因为各项的措施或者是决策 都还不是非常的明确 走势也不是非常的确定的时候 很容易这个产品 在这一期的状况 跟下一期的状况 差异太高的时候 就会比较难去分析说 一个比较明确 或者是可行的走势跟方向 所以同样的 我们在这次的分析里面的时候 就会抓各位同学在竞赛之中 第四期的资料来为准 那我们就是假设说 前面几期的时候 各位同学可能都还在 摸索这个市场环境 也有可能正在找自己这家公司 可以的胜出指导 那我们就直接采用第四期 那同样是采第四期的资料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上次也有分析到 基本上如果说像这个潜能太低的 或者是说市场的潜能 跟它实际的销售状况 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落差 原则上我们都会把它判定为说 公司可能在执行策略上的时候 仍然有一些差距 就是可能控制不是这么的精确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先放弃 这些公司的分析 主要是这些公司如果能把自己的销售状况 决策的落实的这个部分 做得比较完善的话 可能分析起来在对于后续几期的发展 会比较OK一点 所以最终我们会选择两家公司来做分析 一个是我就烂 它是我们现在这个赛局里面 获利获利最高的 而且它的市场潜能跟总销售 这个部分也没有太明显的差距 另外一个是萌萌得第一的这家公司 因为相对来说 它在市场潜能的这个部分 发展的比较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刚才所说的 它的销售量跟它的市场潜能 比较没有一个太严重的差距 那这个分析起来的时候 比较可以了解 每个产品实际的状况 好 那我们首先就来看一下 萌萌得第一的这一个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左手边的这个地方 就是老师从各位的系统里面 把它抓出来的 百货公司步行商圈跟科学园区 它实际五项产品的销售 跟数值的部分我把它列在这边 那因为要方便分析 所以老师在这边有做一个总表的部分 这个是各门市的状况 那这边呢 则是我帮各位做的总表 那这里的相关的包括说销售构成比啦 或者是说它在毛利的计算的部分 都是重新计算过了 各位可以从公司这个地方去看到 主要是因为我今天各项产品 我今天各项产品在各个门市的状况 可能会跟我的数量 跟我的一些成本上面都会有一些不同 如果我们把它全部直接用平均的话 可能会失增 所以基本上这个地方总表的部分 都是有重新做过计算的 包括加总的数值 包括比例上面计算 都是有重新去调整过了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属于某某这家公司 五项产品 三个门市全部都汇总之后 所计算出来的数值 那我们既然是要分析说 三率当中它是属于表现的比较好 或者是比较差的这一个部分 中间都需要有一个基准点 我们才能判定说它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这个基准点的部分就还蛮重要的 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说 四占率的基准点的设计是怎么设计的 原则上现在市场上总共有八家公司 假如说市场的这一块大饼 叫做百分之百的这一个部分的话 那么八家评分下来的话 那平均一家公司 大概就是12.5左右的这一个比率 那我们就以这一个数值作为判定 假如说我们在各项产品上面 可以突破这个所谓的平均值12.5 那就是相对来说 在这一个产品线上面 我们在整个市场上面的发展 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那毛利率的这个部分呢 刚才有说到 我们这个都是重新去做过计算的 使用总数额跟总毛利的这个部分 去算它的毛利额 所以这个33.5是五项商品 平均下来的商品毛利率 大概是33.5 我们以这两个作为基准 来去看某某这家公司的五个产品 五个产品类别分别的状况是怎么样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特制饮品的部分 它的毛利率就非常漂亮 74.6个percent 远超过于原本平均值的33.5 那相对来说可能 毛利比较不OK的部分 大概是会落在轻食套餐 24.6 跟商业套餐部分 只有10%的这个状况 那主厨推荐刚好就是33.5 好OK 那我们这边呢 就把表现比较好的几个数值 用黄色去做表示 那可能差一点的 我们就用黑色来表示 那这里就可以看得到说 我们的特制饮品 基本上就是属于我们说的 三绿分析里面 可能是属于第一个的状况 包括说 看这边 这个毛利率也非常好 市占率也不错 那这个没有悬念 我们某某这家公司 特制饮品的部分 应该就是我们的 超级主打商品 这个部分如果可以 维持一定的收入水平的话 对公司的经营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跟助力的 那另外呢 它可能会比较需要去看说 接下来需要特别去改善 或者是去做一个调整的 可能会落在商业套餐 或者是轻食套餐的 这两个部分 那其中呢 特别明显的就是 商业套餐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毛利率 只有10个percent 远低过于其他的产品 非常多 那么我的建议就是 可能某某这家公司 要特别去留意一下 这个毛利率 为什么会这么的 这么的低 那这里我们其实可以 回来这边 左半边这里 去看看各个 门市的实际状况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同样是在商业套餐的地方 其实它在百货公司这边的 毛利率并不差 37.65 但是它到步行上圈这里的时候 毛利率就下降到 只剩下4.22 很明显的一个差距 科学园区 就更不OK了 它甚至是复述的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 请某某这家公司 要特别去留意 这个现象 这个产品 在步行商圈 跟科学园区 都有一个很明显 毛利不足的 这一个现象 那可能呢 某某要特别 去了解一下说 商业套餐 但这个在这两个商圈里面 是有什么样子的情况产生 是因为竞争的关系 被迫我们在定价方面 需要做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去做推销 去维持一定的销售数量 导致说毛利非常低廉 还是这个商品 在这些商圈里面 本身就不得力 没有办法 有一个比较好的销售 那如果是属于后者的话 或许应该要考虑一下说 这个商品 讲放器好像 可能要多观察几期 看一下是不是 在这两个商圈里面 就是这个商品 就是不是很适合这样 那这个可能是给某某 这家公司的一点建议 尤其是商业套餐的部分 可能需要做一点研究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 我就烂的这一家公司 那这家宗师呢 跟某某就比较不一样了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它毛利率 比某某这家公司高出很多啊 我们刚才某某的 商品平均毛利率是33.5 我就烂这家公司是45.7 已经将近快要到50%了耶 快要一半 所以它这个毛利率 其实非常非常的漂亮哦 那四占率的部分 我们一样是用12.5的 这个比例来做 有一个基准点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 它的特资饮品的部分 一样毛利率非常的好 但是四占率还蛮低的 只有10.6 远低过于 也没有远低过啦 就是略低为这个平均 我们应该平分下来的时候 拥有的四占率 那这个大概特资饮品的部分 因为它的毛利率非常好 所以我就让这家公司 或许应该要考虑说 在四占率的这一个部分 我应该要怎么去 想办法提升这一个 这个环节 那或许对公司整体的营收 甚至是说净利的方面 都会有所帮助 那其他的部分呢 我特别注意到的呢 是轻食套餐的这个部分 那他一样是毛利率相对来说是 比其他的产品低了许多 但是他的四占率非常好 他的四占率相对来说 是还算蛮不错的 但是毛利的部分 可能有点需要再加强 或许可以从进货的这个部分 可能大量进货一点 来压低所谓的进货成本 那使毛利率稍微漂亮一些 那我会有这样子的建议 主要是因为他的四占率还不错 代表说他的价格 在各门市里面 可能普遍被消费者所赞同 所以让他在销售数量上面 并不是太差 那么如果说价格是OK 或者是比较不宜调整的情况之下 或许我们就应该 从成本这边去做下手 那当然会建议 我就让这家公司 在大量采购 以压低成本的这一个原则之下 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有关于库存成本所造成的 后续的一些费用的产生 如果一味的因为说 我想要把成本压低 而造成说太大量的采购 反而让库存的成本增加 这样子好像也是得不偿失 这一点可能要请我们的 我就让公司特别留意一下 有关于这个部分的抉择 这个大概是简易的 两家公司的一些说明跟比较 那我们要回归到现实里面来说 基本上在三绿的分析里面 刚才也有特别说到 其实RMG它的决策里面的时候 它是属于五大产品线 这个五大产品线包括 我们刚才看到的主厨推荐 然后到特制饮品这个 它都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分类 就像是这边所呈现出来的 大分类这样子 那所谓的主厨推荐 我们平常在DM上面看到的 它可能是一整页 一整页都是所谓的主厨推荐 主厨推荐里面可能有排餐 也有可能有面食套餐 也有可能会有单纯的像是 比如说汉堡套餐这样子 那基本上他们这种所谓的排餐 或者是说面食 或者是说汉堡类的产品 其实它真的要细分的话 他们这个产品之间 还是有很大的迥益的 所以如果真的实际公司在分析的时候 其实是必须把每一个大型的 大分类的产品线 一直下放到单一一个产品 去研究它的毛利 或者是它的销量 才去决定说公司未来改善的策略是什么 这边我们就以饮料类为例 这个就相当于就是系统里面 所谓的特制饮品 所谓的特制饮品底下 可能有包含了包括说咖啡的类型 红茶的类型 甚至是其他的茶点这一些 这个叫做中分类 那如果我们再继续把它细分成单一一个产品 咖啡底下 可能我还有所谓的综合咖啡 卡布奇诺啦 拿铁 或者是说冰咖啡这些 这个叫做单一产品 每一个单一产品都有相对应 会造成的销售的比例 以及它的毛利额 一定要下放到最 最终的这个产品线的时候 我们才有办法有效的去了解 每一个商品的实际状况 那我们这边就打个比方 比如说今天我在 我发现说我的冰咖啡 销售的比例好像不是太好 或者是毛利率太差 这个当然是我现在口头上面做的举例 我并不是针对PPT上面的这个 这个数字去做说明 好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冰咖啡 可能不是一个最佳的销售选择 那我可以有两个 两个处理方式 一个是下架 所谓的下架的话 就是直接从此以后 本工资不再卖冰咖啡这个项目 就直接这个化掉 这个部分化掉之后 可能其他的销售都还算不错 那整体来说 我们放到中分类或者是到大分类 相对硬的比例有可能就会增加 或者是我可以考虑去更换菜单 冰咖啡可能大家觉得实在是太普通了 没有什么特色 我可以把它换成一个冰淇淋咖啡 一样是属于冰型的咖啡 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测试改善消费者的观感 甚至是去改善世界销售状况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更换菜单的方式 另外一方面来说 假如说今天公司最终选择的策略 是叫做要推广我所谓的施展率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分析的两家公司里面 有其中一个就是他需要大量的去 扩展他的施展 可能对公司整体的发展来说 会是比较好的 那他进一步要去做的 其实是研究市场的对手 同样这个商品 其他竞争对手是怎么去处理的 有没有我值得取经的地方 包括说他们在价格上面 定定使用的促销手法 如果是可行的 我们直接把它复制到公司内部来 针对我们打算要改善的这个商品 把它做一个策略上面的复制 去执行看看 看是不是可以有效的施展率提升 所以以所谓的三额分析跟产品主额 这一个主题来看的话 其实在实物上面的时候 它还有非常多的数据 甚至说细节需要去做参考 那以上呢 是今天简单给各位做的一个说明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复制自己在系统上面的资料 那我们基本上呢 系统里面每一期的报表 这些通通都是有留存的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每一期的状况 都可以去做一些分析 那以上是我今天简单的说明 希望可以给大家 未来在做决策 或者是分析的时候 有一定的帮助 谢谢